关注视频乐点 聆听价值观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朝延会客厅新闻访谈 上海封城一个多月了 不管是从网络上看见的 还是听身边的朋友说的 那么话地为牢 忍饥挨饿 缺衣少药 孤立无援 成为了一种强烈的声音 还有我听到的最多的就是一声感叹 很多人都跟我说 哎 上海这次真的不一样 正好啊 我们的嘉宾夏宇先生 他就是上海人 所以这次呢 我们来请他讲述一下 听听他聊一聊上海现在的情况 您好 夏宇先生 你好 赵阳 首先想请问您一下 就是您在上海有没有一些亲戚朋友啊 目前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我有 我有几个亲戚朋友 现在还住在上海 他们情况各异 因为有的人住在市中心 或是老城区那一带 有的人呢 住在 住在那个附近那个小区 就是城边那个小区 那么我从时呢 我也听说有些人 住在比较偏野的地方 比如说米唐区等等 所以呢 各个地方人几乎都有 那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 他们的生活情况会遇到不同吗 哦 对 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我所知在那个市中心啊 就是在老城区那批人啊 我指老城区不是指上海那种 比起很古老的地方 就是一直以前的市中心 比如说杨浦区的市中心等等 等等的地方 那么他们呢 由于这个不存在的小区啊 他们就一栋楼 两栋楼 他们住在楼里面 那么他们呢 还是可以比较自由的 可以出来 就是但是不能出那个区 不能走上街道 但是可以到那个 他底下去走一走 就是到那个楼底下去走一走 因为那么地方不存在什么小区 这个概念 是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还有呢 那个 住在那梅园新村啊 也就是说是一个十多年 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小区 那么它基本上就是个封闭新村 然后呢 里面有十多栋房子 那就比较就是大家都熟悉的 这种所谓的新的新的小区 那还有一些我 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吧 一个同学吧 他就住在那个比较远的地方 因为他不是上海滨地人 他住在这个松江的地方 比较远了 但是松江的大学层挺进的 刚才您说的 住在市中心的那些亲戚朋友 他们从封城以来 一直的生活状态 都是可以出来的吗 不是 他们不是说 可以到街上去溜达里的 我指他们可以下楼 然后呢 在那个所谓的楼区之间呢 可以走来走去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因为在市中心 他们的好处就是 就是配送啊 这个比较重视 所以呢 他们基本上 配送的东西 比较还是有的 就基本的配送还是有的 那么 因为他们地区小嘛 才一众楼两众楼嘛 才大概是 一百户人家都不到 几十户人家嘛 所以这方面就对 那个政府来说 配送还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又在市中心周围 周围又有这个所谓的超市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告诉我说 他们不存在什么 爱恶的现象 他们也不存在那种 就是说 就是感到很吃力 感到就是说 要抢菜啊 这方面问题 几乎不存在 或者存在很少 有恶的现象 就有不方便 还是有的 但总体来说 基本上可以保持一种 所谓的温饱吧 就是说 刚才您说的这些 他们是很小很小的 那么一部分人 是吧 然后他们是在那样的 一个特殊的环境下 然后呢 他们是 在整个这样的一个 上海的封城过程中 他们有点 就算例外了 是吧 我觉得也不算很例外吧 因为看去了的 我认为 比如说 因为他那个区特别 就是说 他住的地方比较特别 第一是市中心 你想封都没办法封 如果一封的话 你要整条路都封掉 对吧 所以他不可能就是说 因为他一出来 一出门 就是等于说 就几乎到了大街上 只不过有一个 有一个所谓 我们平时看到说 工厂的这种门 他走进去的话 就是两座楼 那么他们就坐在里面 这一座 那么这样的楼 就相对说比较小一点 但是如果你要封的话 他可以把 他确实是把那个楼区 给封掉 就是不让你出街 这是封掉的 可是在里面呢 相对来说 比较活跃的 那么 就是他们不存在 就是说 像人家一样 有拼命抢 我认为主要的区别 就在于 他们离菜市场 和离市中心比较近 而且呢 又是比较 就是户数比较少 两座楼 才几十户人家 所以相对来说 配送比较方便 而且呢 又供应也 周围供应可能也比较充足 那么对他们来说 所谓的爱恶也好 所谓的抢菜也好 他们说基本不是个问题 因为他们呢 就是剧委会 他们都会 和业主 他们都会那个 及时解决 因为方便 还有就是人少 是这个原因 听您讲来讲的话 应该说 在这一次 整个的上海封城里面 他们这样的一个 老旧小区 反倒的成为了一个 世外桃源 类似的感觉啊 有这个意思 就你知道上海啊 其实它有2500万人口 上海面积非常大 是细腻的好几倍了 应该是两三倍了 就是我指那个地区来讲 那么然后呢 你住了这么多人 那么每个地区都是不平衡的 有的是新区 有的是老区 有的是高岛区 有的是普通区 还有一个平民区都有 所以各地方反映出来问题 都不一样 那么我再说的就是 我所说的明月宣称 我的亲戚 是我的一个表姨吧 他们住在那里 那他就告诉我 那他们就麻烦了 因为他们麻烦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每天早晨 他的女儿 也就是一个90后吧 总是要爬起来 要天天就是抢菜 在网上就是不断地降下 他就抢不到菜就完蛋了 然后呢 总各个小区的 人家都说有配送有配送 那么他告诉我 从疫情开始 风控到现在 他们不能出门 但是小区只配送过三次 按道理说应该配六次 就送菜吧 要送上门要送六次 就这么长时间 一共才配送了三次吗 对 按道理说 就是说 按照那个政府规定 他们都有规定的 规定的话 应该配送至少六次 这个规定是政府的规定 说应该配送六次 但是呢 从封城到目前为止 他们只收到了 政府的配送物资三次 三次 对 就是说原来小于政府 所承认的的次数 那么他们呢 就不断要靠 那个抢菜 抢菜 那么他们 我那个小百妹 他告诉我 他说 他每天爬起来 早晨 一大楼要爬起来 两件事 第一件是做核酸 要下楼 他们规定每天都要做 每天要下楼 到小区里面做核酸 那么这个小区呢 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有 我去过大概有 我没数过有多少楼 但至少有十状楼左右 十状楼 就是大大小小 它都不是高层 它都是 大概最高也不过十层楼吧 一般都是六七层 六七层之中 还是因为它比较 没人清楚吧 也比较早建的小区 所以它整个区呢 就是蛮大的 但是又十几状楼 那每座楼都不 都是不高 可是人数了很多 所以呢 它是这样的情况 人很多 但是这个小区比较大 所以他们的任务 就是每天早晨 都要下楼去做核酸 做到他们 凡事 每天早晨 第一件事要做核酸 做完核酸以后 就是要抢菜 不是 我想说先抢菜 不抢菜的话 菜就没有了 然后呢 要做核酸 那么当然 他们也说有配送配送 但是可是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 方式配送过三次 远远少于政府 所答应的 就是说 是的 我也了解到了 应该说这次封城 上海民众的主要的一个项目 就是抢菜 应该说我看到了网上的一些新闻啊 截屏啊 就是手机上满满的屏幕 全都是抢菜的APP 应该说是 很多人像您的亲戚是早上起来就开始抢菜 很多人半夜就开始抢菜 一直到抢到菜了 才能再安心的睡觉 要不然第二天可能真的没得吃 因为像我们在这边 在华人潮市都能买到上海白啊 小青菜啊 我不知道上海人是不是这样的饮食习惯啊 就每天要炒这种新鲜的蔬菜吧 但是可能这段时间封城真的没办法做到 那于是我就在想 他像您刚才也说的 政府做不到他承诺的六次 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人多吗 还是人都去了哪里 还是那些物资去了哪里 对上海人来讲 他们认为就是政府管理不好 据委会业组等等 他们没管理好 所以呢才造成了这个配送不及时 但是我个人对那个中国 对上海的了解 我认为这不是所谓的管理不好 因为你知道这么大一个区啊 这么大一个范围 这么多的人口 那么发展又称之不齐 如果你采取那个一刀切的所谓风控 就是那个清零政策的话 它多多少少不可避免的 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呢 我觉得这就是说政府啊 有意识地把这个问题呢 推给下面 就是说这是下面没有协调好 上海有没有协调好 它没做好 其实我认为 这是由于刀切的这个防控政策 它造成了就是说 这个现象 因为任何一个地方 包括哪怕甚至是 发生在澳大利亚的话 澳大利亚也政府我相信也做不好 就是用这个中国式的防护 也就是清零政策把人封起来 假设它可以这么做的话 我觉得它也做不到配送的 因为这其实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行政范围了 行政权力所能做的事情 权力虽然中共的这个中国政府的权力很大 那么老百姓也愿意配合 可是你权力再大的话 你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到做好的 其实这种事情在国外的话 很简单 交给市场去做 也就是说 不存在一刀切 但是呢 一般商品也好 一般的商店也好 里面商品还是足够的 那么可以让老百姓自己去买 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方法 就像我以前我们也不过程嘛 就是说你有需要的话 你就到超市去买 超市是永远开着的 OK超市不会关门的 我们知道超市啊 银行啊医院都不关门 公共交通什么都不关门 这是我们所经历过的 所谓的西方社工程 但其实它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把这个问题啊 让给市场去解决 因为政府不可能有这么大能力 也无限的能力 就是解决所有的人 这么多人 这么大范围的 所谓的人的持核拉上问题 我觉得是说不到 所以这一点我认为这是极权政府 同民族政府 或者民选政府的不一样的方式 这一点 第二点我还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同就是西方国家 还有很多在封城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非政府组织啊 比如说教会啊 时尚团体啊 其实他们也是提供了很多帮助 你封城的时候 有人就是有教会 就所知就是很多教会 还是提供一些基本服务 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时尚团体同时也提供这种类似的服务 那这样的话就平衡了很多的 就解决了很多民间的需求 可是在中国这种社会里面 它因为政府是一把 从上一把刷刀底的 它不存在民间组织 那么最大的民间组织 其实就是所谓的业主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其实也是一个半官方组织吧 因为里面都是由中共和共产党 或者中共干部党员在里面控制的 那么还有一句委会 那么他们两者配合 所以呢就是中共不存在这种民间组织 所以它就只能靠那个权力机关 就是来解决这问题 其实我认为你有再大的反执 但靠权力不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问题的所在 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说 不是这个在我们国外的这些情况呢 是通过市场来进行调节的 但是现在客观和现实的情况 和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上海人 因为他们下不了楼嘛 不让他们出去 那么他们无法再去超市 无法再去医院 就包括我们在网上看到的 去了医院的话 如果你没有核酸的话 都无法被接诊的 那么其实这样的话 一个就丧失了市场的一个调节作用 刚才您也说到了 在我们国外啊 这个慈善团体啊 它有很多的帮助 我看到上海这边呢 其实也有新闻报出来 就是很多全国各地 池圆上海的各种物资 什么蔬菜啊 粮食啊 什么各种东西都有 为什么这些人那么多的物资 他没有到了上海人的手里啊 我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根据我所得到信息啊 上海啊 就是他的自身的物资啊 其实不缺的 我看到过一篇上海人所讲的一些文章 他说上海其实从来不缺物资 但是呢 啊 确实是全国各地 都把物资支援上海 这其实中央的一下命令 就是大家要保上海 那么就一哄而上 那么这样呢 就是从表面上来看 权力来看 就是所谓的制度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就是说一番有难 八方资源 那这个八方资源 就是不管你需要回去 反正我接到命令 这里的我 要送多少菜 那么我就这里送过去 这里那边要送多少 派多少支援者 我这就派 派衣服人员 要派多少我就去派 然后呢 这警察也是 警力也是这样做 那么这样看起来就是 好像 这个我们制度很优越 你看 一方有困难 我们四面八方都可以进去支援 但其实 这种做法 表面上看是很好看 可是 真正需要不需要 我们不知道 那么我们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问题出来 很多的汽车 就是长途运输车 转满载的物资 到上 但是进不了城 为什么道理 因为他要什么 就是说那个 要什么绿马 要那个各种 各种同行政党 城进去 而那些 外地来的人呢 他装了物资 他没有准备这东西 他没想到 他以为 到时候就能进去 结果呢 由于这种措施 由于 他相同性 没有协调好 那么 他就进不去 那而且呢 进去之后 里面人也不知道 外面到底 送来什么东西 我应该怎么帮配 他都不知道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 比如说 山东的 某地送了很多蔬菜过来 他只接到命令 我要送蔬菜到上海 那么上海可能由某个部门来接 但是肯定 那个上海部门接了以后 他都不知道 怎么发送到上面去 怎么把那个蔬菜 交给老百姓 送到那个集序人的手上 或者交给那个 送到他们的家里去 他们一直在去掉 虽然你只看到很多东西来了 但是进不去 这就是很多外地人 我们所看到很多的视频 说我们到了上海 但是我进不去 你看我们菜最后放在外面烂掉了 最后我们也看到 视频当中很多菜 不得不追到垃圾的问题 那么对上海来说就在骂了 骂了这个政府说 哎呀你们怎么协调了 你看明明有这么多菜 但我们吃不到菜 可是呢 你们又 没办法给配送 配送下来 这完全就是你的 所谓的管理能力 管理能力 这个有限 你不会管理 就是说 就骂政府能力有限 其实我觉得不是 其实任何一个政府 任何一个组织 权力再大 你都管不了这批 不可能 刚才你也说到了 就是说 应该离这些居民们 这些住在楼里的居民们 他们最近呢 就是这个居委会了 以前的上海人 或者说上海人 跟这个居委会的关系以来 还算挺融洽的 那这次封城呢 很多人我看到视频 在网上抱怨 就是居委会的电话 还有呢 12345热线 是永远也打不通的 或者是很难打通 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真的是涉及到了 很多生命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去解决 有一些老者他发了病了 然后也不知道 怎么去医护 所以说呢 也没有办法得到帮助 这个过程中 这些居委会的人员 他们是怎么样 我们知道 可能他因为是志愿者啊 或怎么样的 他要管理的人很多 但是不至于出现 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吧 我认为 这些捉襟见肘局面 一定会出现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理由 就是 再大的 再全能的政府 再 就资源多的政府 你不可能 一管道 就把 方方面面都造成不到 那么 万一这个 很多人 就是说 工程啊 所造成的 赤身人道灾难的问题 也就是很多人 不是死于那种 新冠病毒 而是死于 他的原来的病 这个技术病的问题 其实 这方面 我们在网上都看到很多了 我觉得 这问题是 如果 因为 它的程序是很复杂的 比如说 你要送医院的话 你一定要 到医院的时候 一定要是 阴性 才能去看病 如果你实在是 不行的话 你 你还要通过110 才能把你送去 你阴性的话 你可以 如果小朋友 你可以自己去 那自己去的话 并不是很多医院都开门的 那么很多 一些医院就灌门了 因为他只对某种 特殊的人去服务 或者说对新冠疫情 病者服务 那么他因为 他本身的医务人员不够 所以有的灌门了 那么很多科室都 都不在工作了 那么 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说 一些辞职人道 这样的发生 比如说 第一个 最早见报的就是 东方医院的护士 周胜尼 他由于 校船发作 结果他要送 他到自己的医院 就是自己的工作 后面上就去 因为 要等所谓的核酸检查 报告出来以后 才让他进去 那么结果 他在等的时候 他就去射了 校船的话 如果你及时治疗 应该是 不会有什么危险 结果很不幸 他去射了 那么还有一个 最近我们所听到过的 也是一个叫 孟清宫的人 那么 他是那个叫 中国大飞机 929工程的 副总设计师 那么他本身是 结构总设计师 像他这种人 应该是 地位 地位是蛮高的 可是他也是由于 突然间发生了 就是 心肌梗失 他 要叫 120的救助车 来把它送去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120排布过来 或者没有及时赶到 等了90分钟 结果他就去射了 OK 这都是一些 悲剧性的事情 也就是说 是由于这种防控政策 造成了各种各样的 病人不能及时收医院 而去射了问题 而不是死于 那个情况 他这个 您说他这个是 一刀切的防控政策 那如果在最高层来讲的话 他说我 我清零 但是你们上海市政府 没有开这条绿色通道啊 他会这样来讲吗 他把这个事情 交给了上海市政府 其实据我所知 开头不是赞美国 因为上海市政府 他以前 我们知道上海出了一个 很有名的张文宏 他的防疫政策 他的观点 从武汉那个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后来呢 他一直主张 用一种委网的方式 用一种专家的方式 专家说话的方式 委网的表达 就是说 上海呢 要有 要尽准处的方向 他用了一个词 叫尽准处的方向 其实就是说 要求中央对上海 有区别的对待 因为上海是个大城市 你不能盲目封城 而且呢 他也预计得到 就是说 上海一定会出现 就是说 大规模的群体感染 他因为在 在去年年 去 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就说 上海要准备好很多物资 要准备好 这个大的传语 这传染的道案 他都说了这一点 其实他们都预计到了 嗯 我们知道在上海封城 是 4月27号 发生 不 在3月27号发生的时候 但我们知道 在3月21号的时候 有人就在 网上说 上海要封城了 因为已经 那个时候 从3月12号开始 就有很多的病例出来了 有人在3月21号的时候 就说 网上要封城了 结果发消息的两个人 接客就被 那个叫 以造谣的 造谣的病例 把他拒留了 上海的吹哨人 对 拒留七天 结果在 6月26 在3月26号 这一天 我们知道 那个上海 那个有一个 叫什么 姓黄的那个 王的那个叫 主任医师吧 华山 反正 医学院的副院长 他就说了 上海不能封城 上海不可封城 为什么不行 因为上海 承载了 不仅仅是 上海人民自己的 什么 刚刚说完了27号 之后就突然就 但从我这里 所得到的消息就是 其实上海政府 是有自己的一套 防御措施和防御方案的 他们准备按照 自己这条来做 可是呢 中央不同 中央说 上海不能例外 所以呢 中央要采取 全国一致的 就是清零政策 严格防护 所以最后 中央给下了命 那么中央下了命之后呢 就把上海市政府 打得措手不及 那我们也知道 上海市政府 现在领导人啊 你要知道 12个常委当中 有11个是外地调来 就是非上海籍的人 上海籍的只有一个 那么上海市的市长 上海市的市委书记李强 市长 公正吧 他们都不是上海 那么他们都是上海的 那么他们都是听中央的 那可是 社区区这一届 基本上都是上海人 那么他们的思路 原来就是说 按照既定的方程 就是精续管控 就突然间 一夜之间改变了 策略 这样一来呢 又造成了 底下的人呢 措手不及 在执行当中 都带有几处情绪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么这种几处情绪 就越来越少 那么大家一看 没办法 那只能跟着中央 这条路走 所以问题就慢慢出来了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它情况是 上海情况是 两样的 不是我们所说的 所谓的万中一星 齐心协力 刚才你也说到了 就是说上海 它的这些 往下的这些 真正的在居民委员会 这一层 或者是区级别的这些层 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呢 其实他们都是上海人 很多上海人 那么他们执行的 就是原来上海的这些政策 那么或者是符合上海人 想法的这样的一些做法 那其实就是我也听到了 就是说我身边的 一些上海的朋友 他们有跟我讲过 就是说他们在国外 他们都通过了解 然后通过各方渠道 他们都觉得 上海这一次的做法 不一样 就是说不是他们 心目中的那个大上海 是不是就是回应了 您刚才的这个说法 就是中央和 地方 他这两方面打起来了 现在有很多 你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的报道 包括学习文件 就是中国方面学习文件 和各种 就是说所谓的 总结性经验教训 那么里面就有这一条 就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思想不统一 步调不一致 等等等等 上下不一致 我们也知道 他一直在上海没有走 他做什么呢 就做所谓的督导 督导 他就坐在那里面 让你上海人 让你上市 一定按照 看着你 督导你 就是说 按照中央的防御政策 行使 来做事 那么这样一来 就是上海市的 就完全转向 现在呢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是中共元老 叶剑英 他的孙女 叶静子 也说了这样的话 就是说 这次在上海 出现这样的乱局 是有人故意捣乱 故意搞乱上海 那网上也会 影射很多联想吧 就是包括 现在的权斗 您能否就这样的情况 来谈一下呢 我觉得叶静子的讲话 这个表达这个观点 我觉得不奇怪 可能有这个现象 但是我手上 我没有证据 因为我们知道 上海其实是一个 非常 非常的 从全国有点 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因为上海 我们知道 他以前出的很多的 就是几个主要的 国家领导 都出自上海 江泽民 索隆基 还有那个曾庆红 等等 他们都出自上海 那么在上海 有很大的根基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上海帮 和上海人 比较倾向于 改革开放 就是同世界接轨 那么也希望 就是说 上海同国 外面多联系 那么他的思想来说 比较开放 比较那个 希望 希望国家 中国 更加开放 往前走 改革方式化 那么 这个政策 可能从现在的 习近平啊 他们所推行政策 有点相反 因为我们知道 习近平其实 想把中国 拉回头 走老路 那么他所统战的东西 就是说 所谓的 所谓的 但是民营起来 不断地萎缩 民营起来 受到打压 所以这都是说 可以看出 就是 地方上 特别是改革 第一线的 沿海人士 包括广州 广东等地 在内 他们的做法 因为 从中国 从内地 或者从中央 确实有稍到不同 所以说 如果 有人 想借这个机会 从中央对抗 我觉得 这个观点 不出奇 这种现象 也是非常普遍的 中共党内 斗争 历来都是这样 都利用某一件事情 来发现 自己的不满 或者说 技术 自己的政策 从上面对抗 毛泽东年代 就是这样做 在上海 很多 真正关系到 国际民生的 你比如说 通信 粮油 或者是 其他各个方面 都是 江泽民的家族 或者是 江派的家族 在控制着 那么 这次在上海 我们看到 网上有很多 报道出来的 这种假冒伪劣 过期 变质 东西 进入了 政府的名单里面 然后进入到了上海 1789 我发的盒饭 这个肉里面有虫 基石虫在里面 我们又找到一块 这样的话呢 就形成了一个 就是让民间 觉得这次的政府 怎么做的这么糟 居然给我们 吃这样的东西 这两派呢 就是你看 一个是 尼亚查的 一个是 利用他自己的 手上的优势 然后呢 来做出了 这样的事情 让民间呢 把他给反到上面去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您大概有什么 想法呢 我倒没想 这方面问题 就是说 好像说 故意用那种 假冒伪 那些商品 来做一种 反抗的手段 我倒不这么想 因为 所谓的政府 这个中共内部 高层斗争啊 他一般来说 不会牵涉到这种 小动作 我认为这是 我认为 所谓假如推行的 假冒物 鬼内商品 这是 这是不良商人 所做的 但是你说 这从上面的 就是权动 就是高层的权动 有很大关系 我看未必 因为我们知道 上海是一个 开放最早 从国外接受 最广 最深的一个地区 那么他们的 商品经济啊 就是说 这种市场经济的做法 是比较普遍 而且比较得人心的 那么我们知道 因为在物资 紧缺的情况下 那必然 会有很多的 就是假冒伪劣的商品 趁机 进入市场 那当然 谁为他开后门 谁为他开了这个后门 这当然可以说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权力 权力问题 权势问题 因为你开后 你放他们进来的话 因为 这都是要经过审批的嘛 经过那个直检的嘛 那么你 这个假冒伪劣商品 比如说 发瘦的东西 发臭的东西 都能进来的话 他一定有 他们一种某种渠道 就是有 有那个官方 给他 开绿灯 但是呢 我 我更倾向于 是一种 奸商行为 是一种市场的 奸商不法行为 但我认为 权势的话 肯定有 但是他不 表现在 这个场面上 比较少 就表现 这场面上 比较少 那么 我是觉得就是 肯定表现出来了 那主要表现在 大整方中少 因为我们知道 清零政策 他为什么会推行 因为这 上升到一个 政治场面上 上升到习近平 所谓的 制度高低 和那个管控 优势上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这场斗争 就是所谓的 清零政策 是由习近平 他自己说 他说 是由我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所以如果你否定了 一个清零政策的话 那其实就否定了 习近平 那么否定 他的领导 他的政策 说明他的政策 有问题 所以呢 我认为 这主要是 双方权斗的话 也全都在政治上 那么一个 共存 共存的政策 因为上海市 他虽然没有说 我要实行 共存的政策 但其实他说了一个 我是精准的防控 精准的防控 精准防控 其实 用意外词来说 也就是说 是一种 共存政策 为精准防控的 内在含义 就是说 对 高风险 高危人群 进行控制 但是对其他 非高危人群 非风险的 或是中低风险的 我就夸送的方法 来这个 其实也是一种 变相的 这种 共存政策 所以他们高层斗争 我认为只会在 政治上 就是较量 不会在 这么几层的 这个所谓的 假冒伪劣商品 就是耍手段 不会在下面 对对对 不会在下面 这是我的 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问您 就是这次在上海 在上个星期吧 应该是出来了一个 四月之声 这个视频呢 很快的就被下架了 被删除了 但是呢 也是得到了很多的 关注和转发 那其实在武汉那个时候 刚刚爆发疫情的时候 后来出来一个方方日记 这个四月之声 跟方方日记呢 是遭到了几乎相同的待遇吧 像刚才我们对话中呢 也谈到了 就是上海的这些老阿姨啊 我这次看到一些视频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聪明 让我很佩服 我也觉得他们很 怎么讲呢 就是这个做法真的是 让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行 就是我看到有的视频呢 他们对着不知道是居委会啊 或者是其他的干部啊 拿着那个喇叭 然后呢录了音 然后对着他的那个脑袋上 追着他的后面举着对他喊 这个情况好像在其他的城市是不多见的 您作为一个上海人 怎么来说一说这个情况呢 就是上海的这些老阿姨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这个想法 真的是很开放啊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上海比较特殊的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上海开府啊 才两百多年 那么它一开府呢 就是一个经济的中心 也就是说很多西方列强啊 它最早通商口啊 就在上海地区 那么其实上海是最早的 从西方国家交流出去 那么换句话说 它所深受那个西方国家 那个叫影响很大 那么知道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啊 上海其实就东方的巴黎之城 它压倒了所谓的香港啊 东京等等 上海是第一块牌子 OK 东方远都地区 只有上海 那么可小而知 那个时候上海是非常国际化的城市 也非常融入那个世界潮流的一个城市 那么中共建政以后 上海其实也是一直 因为有这个特点在 其实上海也一直被特殊对待 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啊 哪怕是斯恩邦 文化大运动当中 那个斯恩邦统治的时候 上海人就有一种 就是说 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性格 就是他们不畏惧权势 也不怕管 这是一个方面 同样上海的官员 在上海为政的官员 不管从 我们知道那个 从那个陈毅也好 陈毅说 中共建政以后 第一把什么 然后到柯信师 那我知道柯信师是非常左的一个人 但是 然后到了张春桥等等 他们对上海的管制方法都从 别的地方不一样 就是他们对上海人从来没有一种严酷的管制方法 没有像其他地方就是能够 能够 能够就是说 非常残暴 或者非常凶的管制方法 我搭比方吧 这是封城 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就是说 很多地方 包括武汉 武汉也好 西安也好 天定也好 这种还有一些小城市吧 他一封城就是实实在在的 把人全部封在那个 封在那个房间里面 而且警察上门 把那个门啊 全部封死 地方都切了封桥 你不能出来 不管什么事 你都不能出来 OK 就这种方式 我们都看到很多的视频 但是在上海 如果你去上门贴封桥的话 基本上就不大可能 如果你汉民的话 那就不大了 这方面 这种事情来说 第一 上海市民一定会激励法 这是一个 第二 上海为政的官员 也做不出这一点 OK 我们也看到上海警察 其实也不像其他地方警察 这么凶 对老百姓这么凶狠 你看那个 如果在上海的话 我其实看到 有一个视频 我不知道你看到后面 就是说有一辆救护车 他结果他 他在开到小区里面 他在卖 卖那个香烟 公司 公司失用 是吧 结果被小区区民给看到 看到以后 他就 马上就 从他 不依不劳了 从他平里 然后把警察叫回来 其实那个警察 可能从那个 从那个110的 那个 开车的那个人 可能是认识的 他其实是偏他 那个叫 违规那个 那个那个人的 但是呢 他也想公开 OK 随后呢 上海的 上海的这种老阿姨 你说老阿姨 老保兵 他抓到你之后 他就归一步了 那么警察呢 也不干怎么样 如果这件事 我看到这视频 我就在想 如果这件事 发生在北方的任何地方 哪怕发生在中北的地方 那警察一个权力就杀了 然后警察说 你看怎么样 马上就把你抓起来 马上就把你靠起来 但在上海 就警察就做了这种事情 他就不会做这个 不会 他从来就是对 对老百姓 不是 不自助管制方法 如果你要这样管制的话 那一定会做大问题 而且上海警察 不会这么多 那么这也就是说 我刚才想说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人说 上海人反抗 很积累等等 上海的情况也很怪异 就是很多 暴露出很多防空 很多问题 如果像这种视频 所谓的负能量视频 在其他地方发生的话 那么可能第一第二千 可能你还有机会发 那第三第四千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以后 一个个问题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武汉 武汉早期的时候 芳芳也好 陈珠时也好 这个公益记者在上海的时候 我不是说他们不会 他们一定会被怎么样 但是就可能存活的 就是说活动的 很他命吧 可能会更长一点 他不会这么长 这就是上海的管制 这也就是由于上海的 管制方法有点松 所以很多视频才流传出来 才能让大家知道 是怎么回事 同时上海也是国际性大公司 所以国际上很多眼睛 都看着上海 所以上海的警察也好 围观者也好 他就不敢无所谓 上海通过这次工程 上海还是上海吗 我觉得通过这次工程 上海还是上海 因为上海的老百姓 其实从我认为 本质上 从中国的其他老百姓 没有什么两样 其实如果说你这个铁拳 再硬一点 你好不留情再砸下去 砸向它 那么上海的老百姓 也会向很多北方地区 或者其他地方老百姓 乖乖地收回去 我认为这个中国的国民信仰 你说它农信仰 说到国民信仰 都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我是觉得 上海这方面好一点 就是因为上海的唯观者 就做官的人 管理者相对的时候 比较对上海市民比较松一点 这就是一种 如果提高到文明高度 我就说 这是一种文明的程度 就是文明程度相对比较 比较来说 上海还是从全国的比较相对比较高的 当然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因为我知道我中间也争论过 人家说上海人也不好 所谓的文明 你上海人也非常强烈 旗帜外地人的现象 外地人所谓的不文明行为 在上海人当中都可以 都可以找到 是 从那个举止文明上来讲 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我指这个文明 是指那个管制文明 相对来说 或者说公民社会吧 这方面的文明 我觉得上海是相对来说 比较强烈 所以上海的文明程度 还是比较高一点 我把文明定在这里 就是说在这次封城之后 上海还会继续说 像原来上海那样吗 地方官对百姓的这种对待方式 还会有别于中央的要求吗 我觉得这要看 就是上海市民的态度 就是对这个上面的管制 政策的这个反应 如果说上海的官员 如果他强力强推 比如说用暴力的形式 用那种 用那种警力啊 来强推他的一种 强硬的政策的话 他还是可以做的 因为上海人还是害怕的 因为老百姓嘛 当时中央权 还是可以害怕 那么上海人的反抗 还是有限的 那这个例子 其实我们可以从香港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 我们自从国安法 实行以后啊 那上香港情况就一下子就改变了很多嘛 你可以看到就是由于香港政府强力推行的国安法 那么对那个市民对民主派毫不留情 那么现在民主派也没办法 他们的活动余地就越来越少了 虽然还有余地 但是这个空间就越来越小 所以同样这个情况 应证上海也是一样 所以我说 针对你的问题 我只能说 这要看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 围观者 就是管理者 领导 怎么管理上海 如果你是用强势的方法 来管理上海的话 他还是可以推行的 还有一个就看到上海老百姓的承压程度 那么上海老百姓愿不愿意 因为老百姓肯定是不愿意的 但是我们知道中共统治这么多年来 已经成功了把中国社会所有的公民 都原始化 你没有组织起来 那么他致力比是相当努力的 他要管你 他要镇压你 他要强加你什么东西 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还是说 是要看两方面 好的 上海目前的情况呢 是仍然在继续和进行之中 因为封城还在继续 那么我们也不知道 上海的未来将会走向哪里 我们只有继续关注了 好的 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 您观看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夏宜先生的精彩点评 那么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欢迎您点赞订阅转发 好的 感谢您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你 对呀